那很多臭包养的兰花想要移盆 说是现在冬天了 我现在没事了 我想移盆 就要注意什么 我跟大伙说 你尽量的避免一下 在夏天和冬天去移盆 因为兰科十湖多久 在夏季高温 以及在冬季低昏的时候 它都休眠 就是移了盆 它也不容易浮盆 明白了吗臭包 第二个事是什么呢 咱们在移盆的时候 对花盆的选择 就是一定要排水渡气 你可以看 很多那种养兰花的 基本上是没有用泥土 用车盆去养的 即使是有 它长得也不哇塞 兰花的根呢 我给大家拿起来看 它这个根系很好玩 它叫肉质的气层根 就这种肉嘟嘟的 它对于这个空气的排水透气 这个盆土的排水透气 要求是很高的 你像我们配质量 你不认识我们用树皮 泥炭还是用一些食指 主要目的都是为了 让整体的透气性更好 所以说盆和土一定要透气 没有氧气 这个根就等于玩完了 因为它根部呢 还有很多的一生菌 就是半生的一些菌群 如果说没有氧气 它大多都会被燕氧菌给吞噬了 明白了吗 所以说一定要排水透气 一定要排水透气 再有一个事呢 就是咱们在换的时候呢 一盆的时候啊 还有这里面的这些空根 尽量地别让它空根 咱们换的时候得这样 把这些土尽可能地 给它接触完全一点 不要让它空着根 明白了吗 是可以施肥的 如果说你那个烂根 如果说你那个花 整体的不好 那就不要施肥了 如果整体还比较不错的话 就这样一定要给它裹起来 明白了吗 不要让根系特别松散 用花盆一定要排水透气 咱们再重新给它摘回去 就大概是这种感觉啊 看到了吗 这样给它筛上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了 基本上大家 在给兰花一盆的时候呢 都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 它根系的所有的土都会松散 其实说白了 就等于裸根换土了 就不要把原来的土再用起来了 就要换一份新土 上次也跟大家说了 尽量地用发酵的松林树皮 这个发酵的跟没发酵的 很好区分 发酵的呢 你用手一捏它是这种碎的 看到没有 就这种一捏就容易碎开 没发酵的就是帮帮硬 好了吧 别的也没什么了 再有一个事呢 就是一定要保持这个盆土的干净 反复地用水冲洗 记住这几个事 不要在最热最冷的时候去操作 如果说你在室内 这个就当我没说 第二个呢 就是一定要盆土 都要排水透气 就是浇了水能立马漏出去 有的话说我浇不透怎么办 浇不透可以采用浸泡的方式 给它泡透 明白了吗 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肥料在一块 如果说你这个植物整体很健康 可以用很少的肥料 缓氏肥是可以用的 但是不要太多 再有一个呢就是 也没什么了吧 就是这个土不要让它散开就行了 很多的花種种的时候 都等于是加心的 里边是没有被土覆盖的 那个也不行 别的没什么了 这一篇关于兰花换盆的一个注意事项 希望花我们多听一听啊 总结一下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 老花一会每天给大家分享很多用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转意 白了错吧 嗨 嘿嘿 嘿嘿